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被任命为钦海大臣 督办台湾军务到了台湾以后立 即实施了开进 开府 开路 开矿四大措施 正是因为他在台湾进行的改革 台湾的经济文化才得以迅速发展可以说这位大人还是有实力的 他到底是谁呢 想必小鱼粉 我们早就猜中了 就是那位沈宝珍 晚清时期的重要大臣政治家 军事家 外交家 民族英雄 图 齐乐的小兔兔 沈宝珍是历史上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官员 不同于某些只知道读书 不知道处理政务的书单子官员 沈宝珍此人虽然也是八国去世 进入试图的 但是却非常的有努力 无论是在地方 还是受曾国藩邀请帮助他办理团练 沈宝珍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光绪五年 1879年沈宝珍去世 享年59岁 关于沈宝珍怎么死的这一问题 史料记载并不多官方说法 是沈宝珍在任江西巡抚期间 并是于他上站在一些民间纪 在中指出沈宝珍是非正常死亡 他并不是老死或病死 而是被鬼吓死的 小于君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看个记 在中指出江宁市长胡宗盈一直在沈宝珍床前服侍几天几亿眉和眼 有一天他遇到要是看沈宝珍睡得正熟 就起身离去也就一瞬间沈宝珍 便开始鬼哭狼嚎途踪影 赶紧返回今晚了一步 沈宝珍便于是辞觉 据说沈宝珍死时十分的吓人瑟瑟发抖 并且不断的发出阵阵怪叫 伸手舞足蹈就像疯了一般死的时候 眼睛瞪得大大的 舌头伸出就像狗土蛇一样满身都是一寸身的爪印子 看特征 确实像鬼掐死的场面狠 骇人有人说沈宝珍是被鬼掐死的沈宝珍 成为朝廷命官之后 难免会出现错误冤杀了一些好人 被一些冤死鬼缠身沈宝珍病重之时 探病者络绎不绝而沈宝珍唯独拉住屠宗营的手不松开 有人推断当时沈宝珍觉得屠宗营身边的鬼气更淡一些 于是就说出流途是病 须于不许离这句遗言这故事 一听 显然缺乏科学性 但是不少人认为举头三尺有神明 人在昨天再看 如果沈宝珍这一生确实负债 雷雷 做得多端惨死或许就是沈宝珍的报应 至于小鱼君 我们纯分享故事给小鱼粉们看看事情 真伟有待好查你相信还是不相信 故事都摆在这儿 编辑排版邪要的小兔兔速谈来远去历史 百度百科 网络图源网络宝宝害怕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